这个演员差点成为 透口球大卫斯的甲方 但是呢 没有得逞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的实力走下去了 让我们有请赵小慧 开始了啊 开始了 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小慧 赵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工是吧 她选择了 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 没关系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 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 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风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 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旦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但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想明白一个道理 那为啥他们结婚 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啊 已经离过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小慧 谢谢小慧 爱几次 多好啊这段子 感谢小慧的表演 对啊 还是以后很喜欢 但说无妨毁于一旦 对不对 这当然得给票 但是小慧 李丹先生在聊天坐着呢 他最讨厌邪音梗 你今天不怕 你就毁于一旦吗 不是 我都要快被淘汰了 我还怕他 我那才是真有病 行 我也拍吧 我不是 真的不是因为 喜欢那个破梗啊 就是开场不容易 支持一下 谢谢 我没有拍的理由 是我觉得不好笑 虽然我们都不是 成功的婚姻持有者 但是您这都没男朋友 您就 我觉得你多虑了 就是你太害怕了 你不够勇敢 你都没有 你聊什么 小慧 你是一直都有单身 嗯 YYDS永远单身 对不对 我脸里 那为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男孩 才能追求到 追求到您的喜好呢 就是 一米八以上 我 没有外债 没有外债 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 哦 这要求也不高啊 是啊 那是为什么 你自己长那么美 可能吧 感觉我们这种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最喜欢指导别人的 婚姻跟爱情 倒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种 又结婚又离婚的 指导别人更不成功 因为没有成功案例 我们看一下 得到了十票 看一下你的同事们 怎么点评你 在哪里 看看谁给你拍灯 谁没给你拍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了 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儿好笑 哪儿都好笑 特别逗 特别好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清 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 我都听不太着 您都没听见 您就好啊 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 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 他的我全听清了 特别好 你看 你在你说什么玩意 先请小慧进入等待区 杰哥 作为开场也还行吧 我只能按我现在的阅历 和想法来去讲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非常非常好 他开场开场非常非常棒 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 全上海最快乐的男人 然后刚刚胜任我们公司 喜剧领导 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 但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成功 谢谢我 这是现领导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鹿 太好了啊 小慧真厉害啊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啊 离婚啊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 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 马上就去赌门啊 马上就去赌门啊 也很开心啊 因为今天的主题呢 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啊 而且我原来做过这个 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啊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 没有这么多笑点啊 我说嗯 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 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 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 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更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更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听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 帽子 里三层 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 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孕不育啊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啊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 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 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 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哇 两感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 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 脱口院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里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 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 脱口秀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真具是什么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其实我心里 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 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 多多少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 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禄事件 对可以 对可以 不知道 有点不知道 成禄跟小慧是什么的 喜欢成禄的朋友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不是 等下成禄你离婚了吗 我感觉我回到了这个节目的上一集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宁静老师听懂了是吧 算听懂了吗 对 我上一季就离了 这已经是 已经翻篇了 小慧刚 诚哥 吵过了半天说 看心理医生也没什么 这位朋友就是自己看书的 对 他就是自己研究 看了很大量的书 我觉得就是 自己可以看书 但是也不要只看书吧 就是尤其是你 特别难受 或者 当然我还要找老师 是吧 一定有老师 对 所以就是 建议大家不要自学 容易把自己走火入魔 面对压力啊 这个负面情绪 我感觉你都处理得挺好的 有什么方法 分享一下 我解压方式 比如说去两元店 问人家给多少 挨个儿问人家给多少钱 这个几百钱 这个几百钱 那店主不压力很大吗 然后买一个超长荧幕 玩植物大展僵尸 类似僵尸 然后 把压力转给别人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我觉得好多压力 就是因为我也特别爱交进 我也失眠 我也这种 然后就是爱自个儿 跟自个儿 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然后学会享受无聊 就没那么大事了 其实成功跟你出给方式差不多 是吧 你们私下可以交给交给 他比你还夸张 是的 是的 李淡 你看上去老是感觉 人时间都不是这儿的 你就没有什么烦恼 我太多烦恼了 你怎么解 工作 喜欢工作 然后折腾他们 对 他会叫我们所有人 一块陪他 行 我们看一下 诚哥获得了15票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谢谢肯哥 好 谢谢 等待区 领导 领导 领导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们新人怎么振得住场子呀 那肯定是多积累内容和素材啊 哦 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比如说演出 多看 还有传统曲艺 多听 还有各种书 多读 还有这本礼担的 这些把握住了 场子就震住了 感觉真的被震住了 但这么震 你们不累吗 作为领导 我们肯定不一样 我们都用 懒人唱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 就是开心 又有内容更新了 场子震不震得住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被震住了 接下来这位 是今年进步特别大 表演方式也跟以前 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演出量非常夸张 有可能是我们效果 过去一段时间 演出最频繁的一位演员 丰富的舞台经验 但是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让我们欢迎逗逗 豆豆今年上台好滚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豆豆挺帅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于小彤 周敬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适啊 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说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来了 注意安全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你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 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窜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啊 我那天像只会跑得尖叫鸡一样 比完赛 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于晏 你们有跟彭于晏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于晏坐飞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于晏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一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他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于晏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的这个事什么没啊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兄弟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音了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网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 那我要怎么上呢 空姐说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艳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产生这一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选色厉害 好稳啊 所以就是豆豆应该是晋级 能够跟小慧不好说 不好说 感谢豆豆喜欢豆豆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去外面参加节目整焦虑了 回来看到这些人还交给吗 太够分了 就好很多了 豆豆这颜值怎么样 参加过 是吧 我觉得也还行嘛 对吧 得问这个 鉴定的这个 不是 我刚刚因为已经笑到不行了 就是 他讲的就是 我刚才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张白纸戳了两个洞 然后一个嘴巴 他就一旦接受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那里讲话 我就特别想笑 不是 你知道我刚刚参加过一个节目 叫创对吧 嗯 大概那个是大家认为 应该长相的样子的人 才能去那个节目 显然你离那个 就是长相有点远 但是 我觉得大家 但是我觉得大家 对长得帅不帅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个人观点的 我觉得你长得好看 因为 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他是我的菜 他是我的喜欢的样子 你已经有猎奇心态了 因为 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第一次就说了 我说你长得最好 就你眼睛 大老师 对豆豆还有印象吗 我觉得 冠军 我能说这句话吗 你随便 我怎么觉得他 他好厉害 我觉得他在台上 已经感觉 这人已经是大师了 一环接一环 一环接一环 太精彩了 所以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豆豆 我预测这回能成冠军 了不起 了不起 豆豆好像真的是 他今年进步会大 旁边对不起啊 小儿微 就是这样 厉害 真厉害啊 好 我们看到 豆豆也获得了所有给校园员的拍灯 20票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那些同事们怎么样 又是我呀 你预测一下呢 你觉得他们三个谁淘汰了 赵尔惠啊 王建国 你今天怎么回事 这完全不像你啊 喜剧之路越走越窄 但人生都会走宽了 我支持你 因为王建国 大家对他有了解 他是一个特别怂 客气的人 对 各队员就敢说话 对 每次都直接直说 挺好 欣赏你 咱们再问一下博洋吧 是什么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请两位都回到舞台中央来 这就开始撒累了 这谁走都很可笑 我们将要公布三位的最终成绩 然后呢 一人晋级上位区 一人晋级下位区 还有一位将面临淘汰 这第一个被淘汰的人就要产生了 这还真不好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好 我对这个内容还比较满意 因为这可能也是我这两年写的还不错的一段内容 我觉得也还行 我觉得我能准备到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个水平和状态了 这一套段子 75到80的样子 对 但是该有的点都有 但逗逗那个可能绝起满分 逗逗还是挺稳的 逗逗还是挺稳的 但逗逗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逗逗非常的棒 因为逗逗他演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所谓你要等他 他一直都在这个高车跌起的跌起中间 所以他很棒 我觉得冠军有可能是他 逗逗是我另外一个心中的夺冠热门 就是那种跟你划骨绵掌你知道吧 就是千千一点你就死了 就是很难打 他确实很好 诚哥就是好 就那样 对 但他其实一如旧 他应该能更好 但他不这么做 程璐很棒 程璐我觉得这一季 他焕然一新 之后会越来越精彩的 好的 到了一年一度 赵小慧最精彩的淘汰感言时间 我今年真没啥准备啊 我就没准备啊 但是我就是想跟领导说两句吧 这机会也不多了 我想问一下领导 今年的赞助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疗黄了 我希望我回去上班的时候 桌子上有你的检讨报告 对 而且就是他处心积虑的把我调到市场部 就一直跟我说什么 外面请的人不懂咱们公司 你懂咱们的产品 你是咱们自己的员工 出去肯定不会说公司的坏话吧 哎呀 领导 天真了 欢迎啊 要不男人至死是少先 年呢 我从今以后 我从今以后 你等着吧 而且我就是想劝我的领导们 长点心 因为之前 别人讲段子 就是吐槽一下男的啥的 人家还知道 出来反思一下自己 我每天就吐槽我领导 没有一个领导觉得我在说他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小慧 把她的姓说出来 回去还得混 回去还得 这个才是你强项 你现在好好笑 真的 静姐 我觉得静姐是懂喜剧的 因为她每年都是淘汰以后 变得特别好笑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几个领导啊 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小慧说她呢 是吧 可能吧 说谁 你们还不知道 然后 对 今年就确实是大家进步挺厉害的 我第一年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无所不能 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力有限 今年就觉得自己啥也不是 就感觉从我心态的变化也能看出来 行业再发展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 但是我就是想说一点 我虽然就不太在意这个结果 但我也是精心准备的 你可以否定我的能力 但是不要否定我的态度 嗯 就刚刚那一段垃圾 它也是我精心准备出来的 嗯 可以 你可以有那一份 什么 小慧 并不干击 也不用替我找我 然后实战也就差个三票嘛 对 领导给你差三票 我走了 我还是去 行 谢谢小慧 好 明年再见 谢谢 我的水平就是这样了 我没有再敷衍 这就是我最好的水平 他输了 那就是能力不行吧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小慧被淘汰 因为小慧的稿子整体质量 我感觉是 这三个人里 我感觉稿子质量是最好的 我觉得小慧表现得挺好的 只是她 这个也是像她说的嘛 主题选的不符 这个确实挺大的影响 很可惜 这若大的房间 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人都淘汰了 还得看这些人 我们马上 就要迎来今天的第二组演员 没有成组的 还有痘痘 磅磅 三二一 请选择 去磅磅 两个大王在一组 这个太远了吧 张俊选择的是 磅磅 这是勇士 我心里面在追求一种 非常刺激的感觉 我在创作上 就经常会 在极度自我肯定 跟极度自我否定之间 来回徘徊 这种性格也会 给我写的时候 带来的大老朋友 郭仔 哎呀来了 来来来来 哎 原来给自己逼死了 哈哈 来来来来 在家十天就下了两趟楼 推翻了十几个方向吧 就有的都写出了一段了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 啊